大家好 很多花友养长寿花 都觉得这个长寿花非常难养 而且想要它长大更加难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养的这个长寿花 虽然说不好看 但是我这两个长寿花 经过一年的生长 肯定是会变成非常的漂亮 像长寿树一样 那么我这两个长寿花 就是经过嫁接完成的 那么拉近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一棵 这一棵现在已经长出了 非常多的长寿花芽出来 这个就是嫁接上去的 而且这个地方已经开出了花朵 这个是黄色的长寿花 下面这是红色 前两天刚刚修剪掉这个花杆 因为开花已经过了 大家看一下这些 这些是粉色的 一二三四五 嫁接了很多种颜色的长寿花 这边也嫁接了很多长寿花 这个长寿花就是用这种落地生根 嫁接出来的 像这样子嫁接的话 一年就成了长寿花的老庄 今年再打算从这个地方 嫁接了两三种颜色上去 这样的话一年就成了长寿树 如果大家喜欢嫁接的话 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动手 因为落地生根嫁接长寿花 是非常容易成活的 基本是99%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让长寿花一年成长寿树 成老庄 我们下期再见